欧洲另一支强队意大利好手如云 他们每一个位置上都没有什么缺陷 但是头一场意大利人就栽了 阿尔兰队用英式打法逼得意大利队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机会 意大利队又对挪威队 如果再说就只有回罗马了 意大利队急于率先破门 但是挪威队都一一化解了他们的进攻 挪威队一次反击 意大利队唯一在旦夕 帕六卡只能弃门而出 尽管强险成功 却付出了红牌的代价 意大利队已经是命悬一线了 幸而意大利人稳住阵脚 迪诺巴乔一个投球挽救了意大利队 意大利队仍然没有脱险 他们至少要凭墨基哥队 而且要进球才能确保出现 老将马萨罗下半时攻入一球 可是好景不长 几分钟后 墨基哥队回进一球 由于同组另外两个队以0比0提平 意大利才以微弱的进球术勉强出现 再对尼尼利亚 这个非洲强队是意大利人没有占任何上风 尼尼利亚无论技术体能都毫不逊色 他们把1比0的优势保持到第88分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尼尼利亚人所缺的只是经验 他们没有收缩防守 被巴乔抓住了最后一个机会 巴乔把意大利队从飞机上拉了下来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意大利与西班牙队又是涉险过关 在最后关头若不是帕琉卡及时出击 意大利队又要出局 意大利运气真是不错 直到进入半决赛 意大利队才找到了感觉 巴乔也使人们恢复了对他的信任 他和意大利从低谷走向了巅峰 难怪巴乔在比赛结束后激动得潸然泪下 不过在巴西人面前 他们没有显出任何优势 获得亚军对意大利来说有些遗憾 但结局是合理的